iPhone7摔过无基带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调制解调器 没有啊 那这个手机来的时候写的是摔过不读卡 这种摔无基带的就属于通病类的啊 咱们来取下屏幕 目测一下啊 手机没有进水 然后打下螺丝 取下主板 那咱们也看到这个板很亮啊 没有维修的痕迹 那这种修起来就比较简单了 咱们来取下基带电源 那就是这个下面出了问题 那拿下基带电源之后 咱们对这个焊盘进行一个处理啊 然后对基带的电源的底角处理一下 然后要装回基带电源 然后进行装机测试啊 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已经显示 无SM卡之前是无服务的啊 那看一下设置 然后看光一本机 看一下基带现在有没有 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调制解调器啊 已经有了 这个故障已经修复了啊 非常简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